五流转 调教生命的罗盘 竟在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中华德育故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吉芬抓登文古 其代父从死 后人举之笑脸 吉芬以音父求名为耻 终不得举 少年便为知耻之势 父亲请用茶 父亲为何愁眉不展 这是那刺史写来的信 扬言我若把事情暴露 就让我家破人亡 此事因何而起 前日我查阅本县账目 发现朝廷剥下来的银两比之前的数目短缺很多 于是便向刺史询问 刺史只是支支吾吾 说朝廷临时拨款有变 我当时便觉得此事有蹊跷 不过刺史一直避之不谈 我才想一定是他从中谋取了资历 这信中言辞语气强硬 一孩儿之间 父亲就当此事没有发生 万一暴露 后果不堪设想 此事既然被我发现了 就不能姑息养间 父亲 千万不要因此而使我们家道破败啊 本来母亲就去世的早 如果您再有个三长两短 我们该如何是好 芬儿 一个男子汉应该担起责任 不能苟且偷生于奸人的胁迫下 应该以姑息养间为止 我常常教导你 做人要正直 如果为了自己一时安宁 而包庇纵容 正与叛国投敌 别无二致 海儿谨记父亲教诲 好 时候也不早了 你早点回去歇息吧 海儿告辞 谁是这元湘县令 元湘县令正是我的父亲 请问你们找他有什么事吗 他现在在哪里 在书房中读书 给我进去搜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凭什么抓我父亲 我孩儿快让开 不要妨碍我们执行孤务 小心我连你一起抓去 不行 你们没有理由 不能抓人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你就是元湘县令 正是在下 我们是奉命前来逮捕你的 等一下 我到底所犯何事 要被抓捕 我们只负责抓捕 别的不管 走 父亲 少爷 你还是吃点东西吧 父亲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让人抓走了 这饭我如何吃得下 你现在在这里焦虑也不是办法 我要到京城去救父亲 你现在年纪十五 独自上京 加持到京入城遥远 担心你吃不消 此外县令如今的情况不明 你去了也只能是盲目寻找啊 加上母亲早逝 父亲不在 你要是再离开 这个家谁来操持啊 张伯 你跟着我父亲有多长时间了 自从你父亲住进县令府以来 我就在了 那个时候我尚未出生 张伯 在父亲围观的时日里 是否有什么不对的行为 县令一直是围观清廉 这个你也是知道的 这就奇怪了 父亲向来围观清廉 为何会被无故带走 这个我们也无从得知 我们只有等候下一步消息了 但愿父亲平安无事 少爷还是先吃饭吧 我先告退了 张伯为何如此慌张 我听到有消息说是 集大人犯的是谋反之罪 如果罪名属实 可能要秋后处斩 张伯 你是从哪里知道的 消息可靠吗 这人命关天的事 说是临近县令 刚从京城传来的消息 我看很可信 不行 父亲现在凶多吉少 我必须马上去救他 少爷 你这样毫无方向的去 京城那么大 找到管事的人都要好长时间 劝你还是静下来找找原因 这样到京城办事也会有个方向啊 嗯 这信不在书房 想必一定与他有关 张伯 家里就交给您了 麻烦您帮我照顾好弟弟妹妹 你放心的去吧 到了京城 给我们写个信 一定 你们在家 一定要听张伯的话 不要到处跑 嗯 知道了 知道了 哥哥 您就放心的去吧 一定要把父亲救回来啊 嗯 那我就先走了 哥哥再见 哥哥再见 哥哥早点回来 京城 禀大人 外面有一个自称吉分的少年说要见您 吉分 可是元祥的吉分 属下不知 不过 看他风尘仆仆的样子 像是刚赶路过来 没有听说过什么吉分 不见 我们已经让他走了 但是他说 人命关天 一定要见大人 一个小孩 赶走就是了 想必很有可能是元祥县令的儿子 这样做太明显 还是让他进来 这样也可以顺水推舟 打消他的疑虑 省得日后麻烦 那就叫他进来吧 是 拜见御史大人 说吧 你见我有什么人命关天的要事 大人 我是元祥极限令的儿子 父亲现今毫无缘故地被抓到京城后审 你父亲被捕 与我何干 父亲前日发现 刺史有寻思舞弊之嫌 没有理会刺史的书信威胁 向您写信告发 我怀疑父亲被捕和此事有关系 所以特此前来 希望得到您的帮助 这个我恐怕帮不了你 我父亲是给您写的信 如果您可以出面为父亲作证 在下感激不济 我没有收到什么举报信 不可能 父亲就在半个月前 给您写的举报信 你这个小孩 怎么回事啊 我不是告诉你 我没有收到什么举报信吗 你父亲被逮捕 一定是有原因的 你还是先回去 等着审查结果吧 这不可能 你这个小孩 怎么这般执拗 我父亲向来廉洁自律 不可能犯罪 说这些都没用 是否有罪 朝廷自有定夺 你要是塞浦离开 我就叫守卫轰你出去了 你这个小孩 怎么走路不长眼睛呢 一个小县令 就想在御史面前 把我给告倒了 真是笑话 小孩快让开 小孩说你呢 要哭一边哭去 不要在这挡道 怎么回事 前面有一个小孩 在路中间哭 我们过不去 你是怎么了 为何在路中间放声大哭呢 我父亲被人冤枉 马上就要出展了 看你的样子不是本地人 你是哪里来的 我家在原乡 为了救父亲 独自一人来到京城 但是现在走投无路了 多么孝顺的孩子呀 你叫什么名字 几分 到我家里来吧 坐下来给我详细说说 先吃点东西吧 你这一路一定累坏了 没有父亲的消息 吃什么东西都没有胃口 还求您先去帮我打探一下 父亲的消息吧 小明感激不尽 果然是至孝之子 我先替你去打听一下 你在这里等我的消息 见您一脸愁容 我父亲的事怎么样了 你先不要着急 坐下听我慢慢说吧 我见到你父亲了 他是谋反之罪 就在昨天 赤于狱族的审问 自己招骨花鸭了 什么 他自己认罪了 这不可能 我父亲围观期间 一直是连结次律 终军爱国 怎么可能犯了谋反之罪呢 的确 我在和他交谈时 确实觉得他不是那样的人 言语甚是无赖 父亲围观以来 从来都是为了百姓谋福利 怎么会谋反呢 你父亲在入狱之前 有没有发生什么奇怪的事 父亲 父亲发现了刺史 有贪污之举 刺史曾给他写过信 威胁他此事不可暴露 但是父亲刚正不阿 向御史写信举报 可是御史 尽口否认自己收到过举报信 后来我在门口 看到刺史 拿着父亲写的信 从御史家出来了 看来此事并不简单呢 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孩子 万长险恶呀 对于此事 我也没有办法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父亲 被人冤枉啊 你父亲已经认罪 案子一结 看来你只有一个办法了 快请先生明示 快起来 我只能帮你想办法 成不成功就要看你的了 只要能救父亲 晚辈定当尽力去做 前面过去两条街 就是廷尉府了 门口有一面灯文谷 你可以敲响灯文谷 将实情告知蔡法度 如果你父亲是被冤枉的 他会帮你的 多谢先生指点 先生救命之恩 日后必定报答 你记住 今日之事不可让外人知道 官场险恶 稍有不慎 你我便都要落个 家破人亡的下场 晚辈记下了 等一会儿我让下人送来纸笔 你写好材料 便去找他吧 有劳大人了 希望你能成功地 解救你的父亲 多谢先生相助 去吧 小孩快走开 不要在这里捣乱 跟你说了快走开 我要申冤 为何不能敲骨 你一个小孩 有什么冤呢 这里是庭卫府 有什么冤屈 回去找你母亲去 我要替父申冤 那就去找县令去 我们这里处理的 都是家国大事 我父亲真的有冤屈 我说你这个小孩 怎么这么执拗呢 你要是不走的话 我就不客气了 不就在这里等廷尉大人 要等就等吧 随便你 好 好 我这是在哪里啊 这是廷尉府 你昨天淋了一夜的雨 早上晕倒了 是门口的守卫把你救进来的 我的东西呢 是用荷叶包的吗 廷尉大人看过 已经承提给皇上了 皇上怎么说 此事皇上自会定夺 你就先休息吧 你们先出去 你在材料里面说 你愿意代父一死 是 只求代父一死 你看看这些东西 你真的不怕死吗 怕 但我不能眼睁睁 看着父亲蒙冤受死 你只是个小孩子 不懂什么生和死 如果有人教你这么做 现在说实话 我不会让你死的 羊有贵辱之恩 鸭有反补之意 如今我代父受死 又哪里需要人教呢 来人哪 给他换一副小的枷锁 不用了 看你身躯如此瘦小 却带着一副厚重的枷锁 好心给你换清的 为何还不愿意 我是个死刑犯 怎么能减轻料铐呢 告诉我 谁让你这么做的 父子俩都不用死 岂不更好 我只想用自己的死 延缓父亲的性命 绝非他人授意 还望大人明察 父亲 王上看了你想要 代父一死的材料以后 非常感动 但是担心你是受人指使的 于是命我威逼利诱 套取真相 我将审问的事情 向皇上给名后 皇上大喜 赦免了你们父子 谢皇上恩典 谢过廷尉大人 要是没有您 我们父子 怕是再也不能见面了 谢谢廷尉大人 你们就不要再谢了 快回去吧 家里人一定急坏了 真羡慕你有这么一个好儿子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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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真的是多亏了金奔 妾力迢迢救回父亲 是啊 是啊 真是一个孝顺的孩子 而且还这么有本事 进来 父亲请用茶 这是丹阳尹王志来的心境 说是想要举荐你做笑脸 是上次来信的那个丹阳尹吗 就是他 所以我想问一下你的意思 劳烦父亲转告 如今我年纪尚小 学识浅薄 心智尚不成熟 不适合举为笑脸 你想蜿蜒拒绝 孩儿正是这个意思 你看看 你看看 还有一个鸡鸡鸡呢 你待父从死之事 大家都有所耳闻 如此笑意之事 笑脸非你莫属 为何又要取消呢 父亲蒙冤入狱 我只不过做了一个儿子 应该做的 如今被举笑脸 岂不是借此事求取名誉 天下没有比这更大的耻辱了 原来如此 当初在举荐你时 确实没有考虑到这一点 所以还望大人 能取消晚辈的笑脸资格 你小小年纪 不仅是知笑之事 且懂得廉耻 你的德行远远在我之上 王大人过奖了 你的心意我已明白 随后便会去掉你的名字 谢过大人 既然如此 晚辈就先告退了 如此懂得知笑廉耻之事 以后必成大器 积分年仅十五代父从死 被誉为至笑之事 人举之笑脸 以因父之名被举为此举致 年十七 应聘为本周竹部 初见万年县 社官积月 风化大行 未经许可,不得知笑 兽费 苍生最帅心了 又被冲天 又被冲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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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前 有位修行人在山中修行 一天出山起时 口渴的厉害 便喝了一口池塘里的水 他抬头一看 发现池塘中种满了荷花 不由的后悔了出来 啊 这池塘是有人照料的 我没有向主人说一声就喝了池水 等于是偷喝 犯了偷到罪 来世会下地狱 投身为牲畜 即使再投胎做人 也只是奴仆 真是可怕啊 修行人心想 国王深信佛法 诚心奉佛修行 功德遍及全国各地 如果我现在求见他 请求宽恕 就可能在来世免受报应 于是 修行人匆匆来到王宫求见国王 大王 我偷了人家东西 您惩罚我吧 我想今生就了结这些罪过 以免来世受罪 国王让他仔细叙述事情的经过 没等听完 国王便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 修行人 你喝的是自然之水 根本算不上犯罪 何必如此迂福呢 大王 有房子才会有水井 有土才会有河苗 没有告知房子和土地的主人 就去喝井水或割河苗 自然是偷窃的行为 大王 无论如何 请您一定要惩治我 减轻我的罪孽 国王经不起修行人再三央求 只好对修行人说 我还有急事 需要立即处理 你先到后花园去 待一会儿 我再派人找你吧 修行人被带到后花园等候 国事繁忙 国王完全忘记了修行人的事 直到第七天早晨 国王才猛然想起 连忙招呼侍卫 那位修行人还在吗 如果在 赶快请他来 那修行人在后花园连续待了六天 不吃不喝 耐心等候着 当他被带到国王面前时 已经身心俱疲 脚一软就整个人 跳在地上 国王看到这种情形难过极了 泪水夺矿而出 哎 就是我的错 我竟然如此折磨修道又有德性的人 我以前所做的膳食 都抵消不了这一罪业 国王马上扶起修行人 并试卫服侍沐浴 准备佳肴款待 并亲自给修行人夹菜盛饭 等修行人吃完 国王扣头忏悔 我是一国之君 百姓挨饿 我难以下咽 百姓受冻 我也感到寒冷 如果说 不事先招呼 请喝几口水 就算有罪的话 那么 像我这样 使修行人挨饿 才该受到重罚呀 闲事 我劳恕您 您以后 再也不用为此事发愁了 承蒙大王施惠 我以后会加倍修行 以报答大王的恩德 修行人说完 如释重腹底 回到山山里修道去了 以后生生死死 几度轮回 国王修行佛道 终于获得正果 但由于他曾经怠慢修行人 整整六天 所以帝师天王 让他再苦修六年 得不到充分的饮食 备受苦难 六年过去 罪业消散 才圆满成佛 中文卦 这番人的内衣 提供 既然3分钟 将途修行 参加 高 这种 生命电视台 呼吁保护一切生命 咒读一切生命 是终生离苦的难 若是佛法的大慈大悲 世间佛陀的独生奔怀 接下来请收看 爱护生命卡通动画系列 太阳鸟 在热带雨林里生活着一种小鸟 它的叫声 它的羽毛 它的秉性都让人想起太阳 因此人们称呼它为太阳鸟 哇塞 这是什么鸟啊 它的声音可真美妙好听呢 这是太阳鸟的叫声 它的样子比它的叫声更吸引人呢 很多人都一传十 十传百 想来目睹它本尊的风采呢 哇 真是太漂亮了 你们快看它的翅膀 好鲜艳啊 这就是阳光的颜色 难怪它叫太阳鸟呢 它不会是太阳光做成的吧 没错 这太阳鸟疯子翩翩 真是百文不如一件 今天我能看到它 真是幸运啊 太阳鸟 你能不能飞低一点呢 让我们仔细地看看你 并听听 女婴绕梁 让人流连忘返的美妙叫声 如果你们想近距离 仔细地看看太阳鸟的话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 保证可以近距离观察到的 好啊 你带我们去看看它吧 来 你们跟我走 要知道 太阳鸟是非常爱美的 它们会聚集在美丽的地方 尽情地朝着太阳歌唱 向导带着考察队 来到了一片山洼 在那里 芭蕉花 大白花 野兰花 全都在阳光下 展示出自己的富力 而在山洼一侧的小溪边 一棵开满鲜花的树上 停留着若干之太阳鸟 它们伴着花香 正朝着太阳 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 天啊 这里真是太美了 是啊 这里应该就是太阳鸟的天堂吧 你们看 它们多么开心快乐啊 我能走过去 近距离地看看它们吗 如果 它们和你交上朋友的话 就没问题 别说近距离地靠近它们 它们甚至 还会飞到你身上呢 是吗 那我们今天就在这里 搭举帐篷宿营吧 搞不好 这段时间 它们会和我们成为朋友的 嗯 这主意不错 我们今天就在这里宿营吧 第二天早晨 考察队员们 被美妙的鸟叫声吵醒了 掀开布帘一看 哎呀 一大群太阳鸟 在这里飞来飞去 对着冉冉升起的太阳 不停地叫着 好多的太阳鸟啊 森林里所有的太阳鸟 是不是都飞到这里来了 它们应该是在这里集合起来 一头迎接日出吧 哎呀 你看 太阳鸟似乎对镜子很感兴趣啊 你瞧啊 太阳鸟竟然也会对着镜子 梳妆打扮呢 当然了 它可是非常爱美的 尤其爱惜自己 内身拥有阳光颜色的羽毛 看来这镜子比太阳还有吸引力啊 它们得改名叫做镜子鸟了 我想 它们一定是把这个能反射出光亮的镜子 当成太阳了 好了 我们收拾一下 该继续出发了 考察队员们收拾起了帐篷后 继续走进雨林 小叔将镜子挂在他的背包上 阳光透过树林照射在镜子上 镜子将阳光反射出去 这道反射的光亮吸引着几只太阳鸟一直跟着它们 你可真有办法呀 这几只太阳鸟简直成了你的小跟班了 什么小跟班 它们是我的朋友 真没想到 这么快 你就和它们变成朋友了 是啊 这些小家伙对人类一点防范心都没有 难道就不怕人类捕捉它们吗 这可是热带雨林深处 平时很少有人出现的 它们心中的敌人 只是那些肉食性鸟类 而不是我们人类 嗯 哎呀 这是怎么回事 它们怎么会突然发出这样的声音 它们只有在遇到危险的时候 才会发出这种尖叫 哎呀 这只太阳鸟究竟是怎么了呢 小鸟 你究竟要做什么啊 它应该是感觉到了危险 想让我们不要走这条路 我们还是赶快离开这里好了 哦 前面真的会有危险吗 哎呀 那里有什么东西啊 蟒蛇 好大的蟒蛇 我们快离开这里 啊 终于安全了 刚才真是好险啊 要是我们再靠近那条蟒蛇一点的话 很可能被它缠住 是啊 真是好险啊 多亏我们及时停了下来 今天多亏了太阳鸟 是它们在提醒我们前方的危险 要是没有它们的警告 可就危险了 嗯 谢谢你们 我的朋友 接下来的那几天 太阳鸟完全和考察队员成为了朋友 只要用镜子反射太阳光朝空中一照 这些小精灵便会顺着光亮飞来 转眼间考察任务结束了 大家准备撤离雨林返回城市 大家都要将随时物品带上 我们即将就要返回了 要是遗落在这里 可就不会再有机会找到了 没关系的 如果真的把东西留在这里 那就送给太阳鸟吧 十年不遇的日全食将在明天发生 到时整个世界将会一片黑暗 明天会有日全食 是啊 不知道太阳鸟突然发现太阳不见了 会有什么反应 对啊 不如我们观察一下它们的反应吧 明天 我们可就要离开太阳鸟的栖息地了 阿里还有机会观察它们的反应 要不我们就带走一只吧 嗯 这个主意不错 正好我也有些舍不得 那个喜欢站在我肩上照镜子的小家伙 哎 太阳鸟是雨林里的精灵 离开这里它们会很难过的 放心好了 我会对它非常好的 我这有个笼子 快把它放在里面 小叔将太阳鸟放进了笼子里 此时这只太阳鸟似乎觉察到了什么 它开始拍打着翅膀 想要从笼子里飞出去 可却发现自己完全被囚禁了起来 于是这只太阳鸟不停地发出一阵阵急促的叫声 其他太阳鸟听到叫声后纷纷地惊慌飞走 你们看吧 它完全不适应笼子里的生活 没关系 它慢慢就会适应的 只要有镜子 它就会安静一下来 这真是一只爱美的小鸟 好了 我们该出发了 第二天上午 日全时开始了 众人一起静静地围着鸟笼 观察太阳鸟反应 随着太阳一点点地被遮挡住 这只太阳鸟显得非常焦躁 它扭转脖颈昂起脑袋 四处寻觅着太阳 可依旧没有看到 于是它脖子扭动得更快了 你们看 它找不到太阳 显得非常的焦躁 是啊 这小家伙 应该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太阳马上就要完全被遮住了 太阳鸟也越来越惊慌了 它应该以为是谁把太阳给偷走了吧 当太阳完全被遮住时 整个世界一片黑暗 太阳鸟烦躁不安地 举起翅膀冲击着鸟笼 它想飞出鸟笼寻找太阳 它现在的内心应该是崩溃的 可怜的家伙 它终于安静了下来 看来是放弃了 它是不会那么轻易放弃的 哎呀 它这样下去是为活活撞死的 我们得帮帮它 我们怎么帮它 我们又不能把太阳给变出来 太阳鸟 不要撞了 太阳并没有消失 你只要耐心地等一会儿 它就会再一次出现的 太阳鸟 太阳鸟 你千万别出事啊 太阳鸟 你走吧 你去寻找太阳吧 那只太阳鸟仰起了头 然后一下子朝空中飞去 它一边飞 一边急切地叫着 四下寻找着太阳 你就这样将它放走了 可是即便你放它走了 又能怎样 天空中并没有太阳啊 让它走吧 人力无法改变它酷爱阳光的天性 如果将它带到了城市里 它也会非常难过的 别的不用讲 但说我们城市 那些被高楼截断阳光的街道 还有我们所居住 每天只能看一眼太阳的房间 太阳鸟一旦到了那样的环境 无疑就像碰到了日食 它哪里忍受得了啊 嗯 嗯 太阳鸟啊太阳鸟 我们不能带走你 因为你是太阳的子女 雨林才是你真正的家 凶狠复仇的蛇 家住都市的王先生 最近晚上经常做噩梦 而且连续几天做的噩梦都是一模一样 老公 怎么了 今天你看起来非常疲倦 是不是昨晚又做噩梦了 是啊 真是太怪了 一连几天 我都梦到我和父亲被一条非常粗的蛇 不停地追赶着 这个梦就像真的一样 真不知道是什么寓意呢 就是啊 你做了这么多天这种梦了 这样下去精神哪受得了啊 对啊 这几天我感觉自己都快神经衰弱了 一点精神都没有啊 对了 我认识一位学佛的师姐 不如我们让她来解释一下你的梦吧 不用了 学佛的人怎么能治好我的睡眠啊 我看还是去看看医生比较实际的 那好吧 我们就去医院看看 如果真的不行 再请师姐来帮忙 然而 王先生去了很多医院 都没有查出病因 在没有办法之下 他只好让妻子请来那位学佛的师姐 师姐 你说这是什么原因啊 我们去医院检查过了 但是却一直没结果 啊 我想你先生 这是得到因果病啊 啊 因果病 那是什么病啊 所谓因果病就是受前世及今世所造罪业而得到的报应啊 这怎么可能啊 你是说我这是遭到了因果报应 这话可真是荒唐啊 怎么 难道你现在还不相信因果报应吗 是啊 你说的的确有些离谱 我怎么会相信呢 王先生 你想一下 你过去是不是曾经伤害过蛇呢 哇 伤害过蛇 我在这个都市里住了快十几年了 哪里见过什么蛇啊 而且蛇又怎么会生活在满是钢筋水泥的城市里呢 那十几年前呢 你小时候不是生活在乡下吗 在乡下见到蛇不是很正常吗 就算十几年前伤害过蛇 那也不至于直到现在才遭到果报吧 你不知道啊 蛇的复仇可是非常凶狠的 而且打蛇杀龟的果报更是厉害 老公 你仔细想一下 从小到大 你有没有伤害过蛇呢 啊 不会是那件事吧 啊 是我弟弟打来的电话 哥哥 你快回来吧 爸爸在医院里抢救呢 弟弟 你慢慢说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的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最近爸爸 他经常做噩梦 这些天 他总是梦到自己被一条大蛇追赶 精神状态非常不好 今天早晨 他突然一下子晕倒了 不要再说了 你快回来吧 好 我现在马上就回去 我们快回爸爸家 我爸出事了 师姐 你能和我一起去趟我爸爸家吗 嗯 好的 王先生一行人 急匆匆地赶到了他父亲所在的医院 他的父亲已经进了家户病房 无法看到 医生 我父亲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他得的是什么病啊 他这是急性主动脉玻璃 这是种什么病啊 简单的说就是 你们父亲身上的主动脉血管爆掉了 血管有三层 其中两层都已经爆裂了 如果最后一层也爆裂的话 那生命就非常危险了 唉 啊 这么严重啊 医生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只有做手术了 不过这种手术风险很大 你们家人 要做好心理准备的 我听说 在大都市医院里 有一位姓李的主任 做这种手术很厉害 被称为名医 如果能让父亲转院到那里就好了 那位李主任我也听说过 不过现在父亲这个样子 已经不能转院了 更何况 那位李主任经常外出讲座 就算我们去了那里 也不一定能遇到他 难道 父亲这次生病 也是因为那件事情 难道这是因果病 解灵还需细灵人 王先生 你把那件事情 说出来给我听一下吧 嗯 那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 那一年 我们乡下的老房子 准备翻新重建 儿子 和我把这个竹架子拆掉吧 以后改好新房子 我们再重新做一个架子 爸爸 这个竹架子 让我来拆好了 你先到旁边休息一下 这些石头太碍事了 先把它们给搬走吧 蛇 爸爸 你快看 有蛇 难怪最近 我们家鸡窝里的鸡蛋 总是会少许多 一定是被他给偷吃了 我父亲 将那条蛇杀了之后 便拎回家 煮了一锅汤 和我一起喝了 师姐 难道我父亲的病 是因为这件事情啊 嗯 我想是的 可是这件事情 已经过十几年了 果报 怎么会直到现在 才会降临到我们身上呢 我说过的 蛇的复仇可是非常凶狠的 而且打蛇杀归的果报 更是厉害 有句话不是这样说的吗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 只是时候未到 哇 师姐 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啊 杀生是极大的罪业 而放生则是极大的善举 我想你只有多多放生 才能弥补你和你父亲 曾经犯下的罪业 嗯 王先生听了师姐的劝说后 当天便购买了一些鱼虾 来到河边进行放生 并虔诚地对自己和父亲 过去所犯的错进行忏悔 没想到第二天 令人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王先生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好称名义的李主任 来到我们医院了 就是大都市医院的那位李主任 没错 就是他 李主任原本是来我们医院 进行一次讲座的 他来到我们医院后 无意中听到了你父亲的病情 所以他就决定 亲自操刀 为你父亲做手术 你们的运气可真好啊 真是太幸运了 哥 这么说爸爸他一定会康复的 再好的医生也不敢保证能万无一失 虽然李主任主刀 但你们也不要太乐观了 嗯 医生 我们知道的 哥 爸爸一定不会有事的 对不对啊 对 弟弟 我们赶快去市场买一些鱼虾 到河边进行放生吧 哥 爸爸的手术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们怎么能离开医院啊 正因为爸爸的手术马上就要开始了 所以我们他应该多积善德 来保佑他平安啊 你不用担心 医院这边就由你大嫂来照顾 有事情他会随时打电话通知我们的 我们放生行善 真的能够保佑爸爸平安吗 绝对可以的 原本我也不相信什么因果报应 可是你看 我们刚刚开始放生 善果就降临到了爸爸身上 你想啊 那么多的医院 而李主任偏偏来到这家医院 又无意中听到了我们爸爸的病情 这才决定亲自主刀的 你说这么巧的事情 难道不是行善得到的善果吗 嗯 哥哥 我明白了 我们这就去放生吧 在父亲做手术的那段时间 王先生和其弟弟购买了大量的鱼虾 进行放生 众多的鱼虾因此获得了重生 而父亲的手术也进行得非常顺利 爸 医生说了 你的手术很成功 过一段时间就可以出院了 我也觉着自己的身体好了许多 生病前那一阵子 我天天梦到一条大蛇在咬我胸口 好难受啊 现在感觉好多了 老公 难道真的是那条大蛇来复仇了 大叔 今天感觉怎么样啊 感觉好多了 谢谢你医生 那就好 来 让我用药给你身上的伤口消消毒 天啊 你们看 怎么了 伤口的疤痕 好像一条蛇呀 真是太像了 哥 看来因果报应 真的是有的呀 是啊 多亏我们及时听了师姐的话 多多放生 否则后果真的不堪设想啊 嗯 对不起 蛇菩萨 我向您忏悔 当初愚昧无知 给您带来了痛苦和伤害 现在我恳求您放下怨恨 尽得超生 我也愿以放生的功德 回向给您 往生极乐 及善事们的爱心护持 温暖每一个受帮助的家庭及儿童 为了回馈社会 关怀弱势族群 海淘法师慈悲志业 自2008年 承接淮海教育基金会以来 及积极地协助清寒学生 弃养学童 中错生就学 生活及品德教育 并且不间断地从事监狱教化 祭品发放 急难救助 老弱病苦 担亲家庭 新住民和原住民家庭之关怀 以及协助未婚妈妈 及未婚子女的安置等 以圆满老安少怀 并发挥佛陀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的精神 让社会上的弱势者 也都能感受到人间处处充满慈爱与温馨 淮海教育基金会 呼吁大家共同来关心社会上的弱势族群 累积福贵资粮 并祝福所有的家庭以及孩童 都能在佛陀及正法的护佑下 身心健康 平安吉祥 护持淮海基金会 发扬佛陀大慈爱 援助弱势众族群 同离忧患常安乐 护持账号 50059824 50059824 护名淮海教育基金会 生命电视云林观音讲堂举办 梁黄宝灿暨余谐宴口法会 恭请慈悲法师团共同组法 日期9月19日星期日上午9点开始 地点云林观音讲堂 云林县胡伟镇新南里 逐围60至3号 李斯特加油站后面 电话056331565 056331565 敬请余慧菩萨做好防护措施 并保持社交距离 上午8点半 陡南火车站前备有接驳车 防疫及生活物资共僧包 夏季农历4月16日至7月15日 为僧众节下安居致力修行之旗 也因应疫情升温 应尽量减少外出 以降低群聚感染风险 故而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 特别推出防疫及生活物资共僧包 提供偏远或于防疫期间 不便外出之僧众 民生用品与食品 填写表单如下 联络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善用慈悲的能量 三宝门中好修服务 特别是服务公共场所 大众共用的地方 是培养福报最好的机会 我们必须清楚知道 行为反作用力是不可思议的 所以我们平时就应该尽力 断耳修缮 慈悲一切 每一个人生活着 要对众生 社会有所帮助 活得才有意义 生命的生 生命的身 老 病 死 是必然的现象 但以慈悲心生活时 生命就会充满动力 也就能够超越身体上的各种痛苦 时常安住于清安自在之中 并且平安吉祥的快乐生活 当我们被自私蒙蔽 无论家庭 学校或职场 皆因实践此慈爱之行 而慈悲除了对于世俗生活 佛陀有所利益 对心理 生理等健康 也有很大的帮助 一切总之就是佛陀的圆满智慧 佛陀以大慈悲心为体 心心念念都是不忍众生受苦 我们以佛陀为导师 就是要追求佛陀圆满的智慧 以平等的慈悲心 来对待一切六道友情 面对各种不同根气的众生 也要以善巧方便予以度化 这种智慧要以什么为动机呢? 要以慈悲心为动机 我为什么要研究佛经? 我为什么要念佛? 因为我想要帮助众生 都离苦成佛呀 所以你就要保持在佛的心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你还是有阿弥陀佛的心态来对待 你不会随着事情转 你骂我我骂你 你动我我瞪你 那你就变成轮回了 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可以影响世界 所以我要像一朵花 每个人看到美丽的花 没有人会骂花的 我如果有一个菩萨心 我有一个菩萨的行为 每个人看到我就会有一个菩萨的感受 一样 就像你擦香水 别人会闻到香的 你眼睛瞪人家 人家感受到你生气一样 我们不要让别人感受到不好 我们要让别人事事感受到好 所以要想说 释迦牟尼佛不管碰到什么事情 他都是用这个菲心智慧去面对 去处理 去爱护 那我也应该如此 所以这个社会要和谐的 该红灯就红灯 绿灯就绿灯 人家开慢的跟着开的慢 你要跟人家一样 不要随便操车 不要随便按喇叭 就这个意思 和谐 这个就是修行 词 李宗盛 绿灯 就九六浪的河沟 让你心中充满爱 不让生命上